NASA著名的哈勃空间望远镜即将迎来30岁生日 为了庆祝 NASA向全世界推出一项有区区奇妙的服务 提供生日当天的宇宙影像 嗨 科普拉 闪天歌今天带来传奇的哈勃空间望远镜 战功赫赫的哈勃空间望远镜 已经服役了整整30周年 是天文史上最伟大的科学仪器之一 它诞生于一个太空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1962年 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一份报告中推荐了空间望远镜 作为发展太空计划的一部分 在1965年 自批策被任命领导一个科学委员会 目的就是为了建造一架空间望远镜 在1966年和1968年 NASA分别进行两次轨道天文台的任务 完成了对外太空紫外线观测 展示了以太空为基地的天文台 在天文学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1970年 NASA设立了两个委员会 一个规划空间望远镜工程 另一个研究空间望远镜任务的科学目标 但在这之后 NASA又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为此天文学家开始了 全国性的游说努力 并且进行大规模的信件和文字宣传 同时为了缩减预算支出 NASA将望远镜口径 从3米降至2.4米 仪器设备也相应地缩水 并邀请了欧洲航天局ESA加入 让他们承担15%的研制经费 相应地给予欧洲科学家 不少于15%的使用时间 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 在1977年 大型空间望远镜项目 终于正式启动 直到1983年 望远镜被正式命名为哈勃 以纪念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 爱德温·哈勃 现在哈勃望远镜 已经在地球轨道上 兢兢业业地工作了30年 但他传奇般的探索之旅 却仍在继续 科学家们也在不断更新着 哈勃的一些发现 首先向大家展示了 壮丽的猎虎星云 它们是地球附近的一片 著名的恒星形成区 大量新生恒星正在此孕育而出 科学家利用哈勃空间望远镜 收集的可见光数据 和丝皮测太空望远镜 收集的红外光数据 创建了一份可视化模拟 用3D视角带我们身临其境地 穿越壮丽的猎虎星云 其次是无处不在的赫矮星 它们是宇宙中 介于恒星和行星之间的 一类天体 由于质量不足 而无法在核心点燃巨变反应 所以不能成为恒星 科学家们对于猎虎星云中的赫矮星 展开了全所未有的深入调查 利用哈勃空间望远镜 揭露了迄今为止 最庞大的一处赫矮星群 接着就是热闹的银河系中心龙起 要知道在这个区域的恒星密度极高 可以形成一片明亮的龙起区域 基于哈勃空间望远镜 长达9年的观测数据 科学家们对银河系中心龙起区域 大约1万颗类似太阳的恒星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呈现给我们一片热闹而复杂的场景 在那里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恒星 正以不同的速度快速游走 而最后就是闪烁的黑洞 科学家们利用哈勃空间望远镜 和钱德拉X射线太空望远镜发现 在某个遥远星系的中央 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在吞噬周围的气体后 打了两个格 也就是爆发了两次闪光 这个星系被我们叫做G1354 它距离地球大约9亿光年远 我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哈勃还将继续探索宇宙奥秘 带给我们属于星空的极致浪漫 感谢哈勃30年的陪伴 感谢来自宇宙的生日礼物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